以下节目是由旧金山肿瘤放射中心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Mina 李时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 我们将与大家探讨前列腺癌 那请到的嘉宾呢 是旧金山肿瘤放射中心的主任 耿医生 耿医生 你好 Mina 你好 耿医生啊 那首先呢 麻烦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前列腺癌到底是什么呢 对 前列腺癌呢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癌症 在美国呢 在男性里面属于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肿瘤 前列腺的位置呢 就在膀胱下面 随着年龄的增大 大多数的男性都会有前列腺肥大 但是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癌症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症状 但是因为年龄比较大的人 发病率会比较高 前列腺肥大的发病率也会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会误解 好像前列腺肥大 好像小便有一点 有困难的时候 会感觉是不是有前列腺癌症 实际上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讲起了这个前列腺癌的症状是怎么样呢 很多时候其实也没有症状 因为前列腺癌又分成三种 它是根据肿瘤的攻击性不同 有攻击性很低的肿瘤 有中度攻击性的肿瘤 还有高度攻击性的肿瘤 像半性的前列腺癌呢 攻击性比较低 它需要长很久很久才会 才会让它大到出现症状的时候 有些时候好像小便会感觉比较困难 可能年轻的时候 小便需要时间比较短 那前列腺肥大 或者出现慢性肿瘤以后呢 可能小便会不太方便 另外有的时候 比较少的情况 有攻击性很强的前列腺癌 虽然前列腺本身很小 但是这些癌细胞 它会有很强的攻击性 它会扩散到其他地方 那出现的症状 可能跟肿瘤扩散到的地方有关 那讲起了 您刚刚有提到 就说有时候就是 等你就是有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已经到了满后期的呢 大多数的病人都不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讲过 前列腺癌症的发病率 实际上根据年龄的增加 是确实有增加很多 但是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有症状的时候 症状实际上是前列腺肥大 哦 是这么样 所以就说这个前列腺癌 就是一般的罹患率高吗 罹患率应该是不算 在男性里面算是相当高 但是前列腺癌大多数都是属于 攻击性比较低的癌症 所以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实际上 跟肺癌啊 疑腺癌跟食道癌很不一样的 哦 所以他这个就说 一般的就是死亡率 就是到末期的这个几率 还是没有那么高 对 治好的几率是很高的 嗯 那讲起了 就是您当然您的专业 就是的手术性放疗了 那手术性放疗到底是什么呢 麻烦您再介绍一次 好 手术性放疗是用 一个仪器叫Cyberknife Cyberknife是一个像一个机器人 它是整个的一套系统 它专门治疗骨盆里面的肿瘤 像前列腺癌症 就是其中的一种 它叫手术性放疗 是因为它的效果和开刀一样 但是它实际上是放射线治疗 所以完全不需要开刀 也不需要anesthesia 病人都是门诊来 做好治疗以后 一小时马上就可以回家 您以前有提过 好像连那个 都不用穿病人的衣服 对吗 就是完全就穿自己的衣服就可以了 然后不会内出血或者怎么样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的 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开刀 它是用X光射线打到肿瘤上 把肿瘤杀死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您刚刚当然已经有提到 跟一般开刀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手术性放疗 好处一般对病一般病人来讲 最大的区别就是 讲回来还是不需要开刀 因为前列腺的位置 它实际上是在膀胱下面 那从膀胱出来以后 尿道是会通过前列腺 所以如果要做手术的话 实际上是蛮大的一个手术 要从腹部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开刀 取出这个前列腺 取出的时候 中间这一段尿道也都要摘掉 所以尿道还要重新再把它粘合起来 这样的话 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 可能会有性功能下降 因为旁边有控制性功能的神经和血管 另外可能会出现小便无法控制 也是因为伤到膀胱下面 实际上是控制尿道的肌肉 如果去做手术性放疗的话 因为不需要开刀 这些影响会很小 大多数的病人可能会讲 好像感觉小便会有点点不舒服 但是不会说小便吃进 应该大多数的病人 也不会有性功能的变化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很多 因为开刀的话 听上去好像很复杂 就是等于就是整个下体 都要重新再把它再construct怎么样 对 尿道整个要把它重新连接起来 对 所以就说 而且可能就是之后会影响 它的性功能什么 那这就一般病人 您刚刚有提到就说 它一般像前列腺肥大 或者还是前列腺癌 这是两码事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还是搞不清楚 那我什么时候知道 是有这个前列腺癌 我怎么知道呢 对 这个问题很好 也比较复杂 因为实际上如果不去做 不去做test的话 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是前列腺肥大 还是前列腺癌症 大多数病人呢 每年会看一次家庭医生 至少一年会看一次 那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家庭医生会 检查一下前列腺 实际上是用手指碰到前列腺的后面 看到有没有前列腺肥大 如果病人的年龄比较大一点 60岁或者70岁左右的话 应该还会再去验血 验一下PSA PSA实际上是检查一下前列腺的可能性 PSA很高也不见得说 一定就是有前列腺癌症 PSA很低也不见得说没有 但是做过这个检查以后呢 很多情况下可以看出 前列腺癌症的可能性会有多高 如果可能性比较高 再根据临床的一些症状 就可以决定需不需要做活检 实际上要诊断的话 还是需要活检 一定要看到癌细胞 才能知道是前列腺癌症 是这么样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要联络你们 怎么样联络你们呢 可以打电话到我的诊所 我的电话是415-353-6443 我们的网站是cksanfrancisco.com 那这个就是在最后了 就说一般就说 罹患这个前列腺癌症 是不是年龄比较大的病人 比较就男性比较多呢 是这样 因为前列腺癌症 实际上是跟年龄有很大关系 年轻的男性像30岁以下 很少很少会有前列腺癌症 大多数的病人是在50岁以后 才会出现前列腺癌症 有一个研究甚至发现 80岁以后过世的男性当中 去做最后尸体解剖 实际上检验的时候 会看到50%以上的人 都有前列腺癌症 好 我们非常感谢Dr.Gain 那正如Dr.Gain所说的 就是前列腺癌呢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 就说大家呢 还是记得每年呢 就是要做这个体检 就make sure呢 你身体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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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